手拿鐵鏟和苗木 腳踩雨靴 邱縣長和虎口鄉風玉公司總裁 若山甫先生及總經理 傳遞證真一同彎腰指數 會工廠周邊進行綠美化之災 我希望工作環境更好 只要在工廠中或辦公室中 周圍都在緑圈 我希望工作得到豐育公司 在我們公司中 像小小的拠点上去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希望在那裡 風玉公司的職員和家屬們 也一起來共襄盛舉 大人小孩約三百人 一起種植一千五百株苗木 從日本遠道而來的 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龔協招 為員工進行律職災演講 教導大家如何美化環境 共同創造連結生命的森林 最高的技術 日本的傍聴艇 也做了二萬人殺了 東日本大震災的結果 也必須有津波 必須有津波 必須有津波 或是台風 暴風 或是火事 全市民的生命 特別請到日本 紅明大學我們的明教授 特別也來對於我們愛地球 節能簡單的教育 能夠落地生根 今年各國準備種了 六千棵樹 在他們霞區裡面 除了岩區裡面 還要在它作為環境 它潤養六千株 從呵護環境意識開始 選擇桂花 烏心石 三櫻花 七里香等 適合新竹氣候和土壤的苗目 希望透過植樹活動 共同氯化環境 愛護地球